假如明朝遇到西方列强会怎么样,表现出的结果,有清朝好吗?作者李晨继,我努设青年会员一,历史不容假设,首先这是一个并不严肃的问题,历史是已成事实的过往事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既然是一门学科似乎已假如,假设为题大有几分戏谑之意,该只有当下柴鱼饭后, 才会由此雅兴对此进行琢磨探讨清,康熙帝画向二,明星实力对比明星两朝,是我国封建专制的最后两个王朝,清承明这两个王朝,又都是大一统王朝,作都北京是我国军权达到顶峰时期,纵观明星两朝发展,四,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有几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即是大兴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 建立的统一多民族王朝,似乎也由如此才使得清朝多出秦政的皇帝较之于明朝在这一点上似乎更胜一筹,同时也使得我们通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并未发现我们所熟知的如文景之志, 大唐盛世,亦或清朝的康乾盛世,这种举国强盛的局面显有出现,而且较之于大清国的皇帝似乎明朝的皇帝,除了开国的朱元璋与后来夺国篡位的朱棣,其他的几位皇帝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关注, 即便被我们所熟知也如被土木宝夺走的明英宗,深度恋母情节的明宪宗, 朱建身宠溺比自己大十八岁的万贵妃,戴政揽政术,十年不理朝政的嘉境帝, 跟万利帝爷孙二人祖,所将皇帝天启帝,以及病急乱投衣,朱沙公臣缘重换的重真帝, 这仅仅是从皇帝个人来看,如果由此,衍生其他问题更是如此,比如太监干政,历史上太监干政吕建不先, 比如东汉燕党乱政,再如唐朝宦官干政,更是到了将皇帝视为儿戏的地步, 而这些太监的干政,都是出现在皇权危机朝唐党政清亚之时, 很少有国运不久即开启太监理政的先例,明太祖朱元璋使涉司礼监, 明英宗时太监就开始参议国政处理进行批红, 而且明代君主为了实行恐怖统治,还对全国进行监控,设立场位制度谨一位, 东场,西场弄得满朝文武大臣人心惶惶,坠坠不可终日对外关系, 上我们都指责清朝统治者属目寸光,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看不到世界发展的速度而逐渐沦为列强分割的肥肉, 东方雄狮,成为东亚病夫但了解历史的都知道闭关锁国并非清朝首创, 在正和下西洋以后明朝政府就逐渐关闭了中国的大门, 而且纵观东亚历史都了解,当时推行这一政策的也非中国一国与中国相邻的朝鲜, 日本等国也有类似的政策, 朱元璋画像反观清朝由一个东北边垂的少数民族政权一军突起,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富一甲, 为资本帅自己身边三十个人, 能在短短几十年内统一与真, 各不成为一个敢于大明王朝, 奔平抗礼, 得政权实为不义, 同样以皇帝自身为平叛的角度来看清朝皇帝中, 除了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以外, 其他皇帝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例如, 被称为最为勤政的皇帝雍正在位十三年, 所批阅奏章的字数统计多大五千万字笔有名一代的 所有皇帝家一起还有多, 在对待皇子教育上清朝也是极为尽心, 比如道光皇帝一怒之下踢死了自己一位读书不认真的阿哥三, 西方文明的净留英国大本中街拍西方文明, 是一种强势文明自从新航开辟之后, 世界的历史就逐渐改变, 为世界使世界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强,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东方文明, 是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 也就成了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原有传统, 另一方面也在播撒近代文明的种子, 这种双刃剑的观点, 早在马克思论述,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中就已经提出过, 在西方不断革新发展的情况, 下中国的专制体制似乎已经很难摆脱王朝循环的宿命, 在外国人看来中国自秦至清以来, 中国的专制王朝就陷入了一种周而复始的发展状态, 都是以鼎立革新为开始, 以天灾人祸为结束, 以至于神圣的黄泉都被国人戏谑为皇帝轮流作, 今年到我家所以在古老的东方, 即便是到了明代中后七江, 南地区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几乎出资, 激功出力那也只不过我国江南一地而已, 并没有在全国出现, 而且也为催生出一支强势阶级, 这种发展极为不均衡的社会形态下, 使得近代社会发展极为畸形, 正如杨天时先生所说, 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 似乎只占中国的10%都不到比例很小, 并不能形成一支革新的独立阶级, 四,清朝皇帝的暗商, 清朝皇帝有他们的幸运,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想国,200余年, 但他们又存在着自身的不足, 即便有力挽狂澜的明君英主, 似乎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格局, 几次错失追赶世界的机遇, 如果近代没有慈禧的盖政, 如果光绪皇帝是一个长寿的皇帝, 似乎中国近代的历史真的会改写, 但正如前文所述历史不容假设, 清朝皇帝的郭就在于他们没有审时夺势顺势而为, 而是保守残缺, 措施改革良机这一点, 可以与日本形成强烈反差, 但即便如此正如诸维正先生所说, 鸦片战争前清朝的GDP比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 这时的中国依然如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物负民风, 但时代的主流不容如此, 改革已迫在眉睫清朝不缺一个起缅的皇帝而缺少一个适时的改革大帝, 如果康庸前三朝在位亦或结果大大不同, 所以我们说, 即便是明朝时期, 遇到西方详尽的西方文明, 历史的历程依然不会改写, 甚至有可能更为严重参考文献一, 胡杰尧从双重使命, 道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论殖民主义, 与印度传统社会的关系, 现代哲学201827永祥论朝先艳, 情史, 笔下的清朝皇帝形象, 中国文化201730至海明朝皇帝为何多荒唐, 领导文粹2014, 欢迎朋友们订阅近代中国编辑纪我弩学社青年会会员。